把小馒头放上蒸铁上 让它再醒发20分钟以后再开火蒸 上汽以后再蒸25分钟 我现在都已经闻到嬷嬷的香味了 闻到一种面的甜甜的味道 关火再焖5分钟 5分钟时间到 哇 都开花了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这么成功的馒头啊 满屋子的都飘着一种浓浓的麦香味 圆乎乎的 还都开花了啊 好香好香啊 可爱的小馒头 我可以叫你们安宁牌小馒头吗 好香啊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